世界就是世界 就算不在你 你也只剩一臉 Do you ever shine Do you ever shine Be the only one night 你眼前退 把手剪開 你又要變成天亮出海 眼前未知完五月天 终于在魁梧的近五年后 风光重返台北小巨蛋 带着他们曾经19年来的 九大全奇演唱会 要让时光倒转 从2017年唱会 1999年五月天出道的那一年 所以从2016年的12月17号 展开围棋酒厂的 Relife Josh Rocket 2016最终章 自转复刻版线命演唱会 要让你跟着五月天 演唱会的任意们 重返当年的盛况 而关于五月天演唱会的 演唱会 酒厂复刻系列第一弹 就从You Just Rock It 就是演唱会拉开序幕 而且在开场前 还有个小惊喜 则是由刚发行第一张 个人专辑的鼓鼓 一连热唱三首歌曲 完全已忘 舞迷等待五月天 已久的跑队气氛 中文字幕里面出声 平常都响 微信 第一张 五月天 我俩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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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控制 都救火 一零一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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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泰國、香蕭、香蕭、香蕭 一直堅agu 同國父热唱點燃了舞迷們 期待5月天九場復刻演唱會 興奮與彈熱後 當5月天演唱會開唱音樂一下 台下超過1萬名舞迷的一起尖叫聲 就能够见证不管等多久 音乐天只要一回到小巨蛋开场 绝对就是经典不外的成奇时刻 没问题所以握手就让抬起 我知道敲过之后一定要抬起 有什么了不起 今天我们在这里 今天五月天回到台北小巨蛋 在今天大家可以大声的唱 可以用力的挥一首 但是记得不要 不要跳 但是你说如果 阿信天不能跳真的很痛苦 那怎么办 都不太痛 蛤 不行 反正人生痛苦的事情很多 我也不差这一件 大家准备好 继续要蹲下去吗 准备 GO GO 当你是谁就在摸摸我 他们说就让他们去说 神秘如江湖 吹过心里的心头 一生没记忆的 看你 做些什么 相信这场JUST ROCKET就是演唱会 肯定是舞迷们最熟悉的复刻版演唱会啦 毕竟2016年为期六个月的限定演书 仍是记忆游戏 只是为了要配合九场不同主题的舞台 却又要复刻当年演唱会的原汁原味 所以在主舞台的设计 结合JUST ROCKET的立方旋转舞台灯 诺雅方针的立方体魔术方块舞台 还有DNA创造中 巨型细胞和三大概念巧妙融合在九场当中 搭配着超绚丽的雷射灯光效果 让第一场就充满着超华丽的视觉想念 但既然是复刻 当然不能守了在JUST ROCKET就是演唱会里 最经典的这趴 《魔幻大餐桌》 Encore的超Free的限定演书和Talkie啦 《魔幻大餐桌》 故 ان分析这样好不好 추onキリ更像 電行台中 大文 會手忙腳亂吃 因為本來這個 這樣順序的介紹 通常第一個應該都會是石頭 對 可是 不用會手 今天妳太特別了 我真的嗎 為什麼 真的 因為妳手上拿那一根 我手上拿那一根 特別不一樣 特別的 重量大概是妳的 五倍 長度約莫是妳們兩倍 帥氣程度 還好 無價 臭屁是怎麼又不是 長在妳的身上 石頭 今天第一個開砲 這個爸爸 這一次這個演唱會 其實嚴格算起來 應該今天算是 在我們腦袋裡面的 記憶體是最新的部分這樣 所以今天壓力沒那麼大 唉唷 這樣要說喔 對 但是 老師你今天就是隨便喔 我也是覺得 今天應該會比較OK這樣 有人有帶筆嗎 我們吐槌的時候 就把它記起來 對 看官佑今天會怎麼樣 然後沒有 話是這麼說沒錯 但是我昨天晚上 突然做噩夢 就是 你們應該問說我做夢 什麼 你就是會講 對啊 不然你就說 我昨天晚上做噩夢 不過不重要沒關係 不是 因為我們就是要一問一答 好 抱歉 你昨天夢了什麼 做夢了什麼 對不起 是 那因為我昨天就是 我剛才也說做了噩夢 所以 蛤 是噩夢 夢了什麼 真的假的 好想知道 沒事吧 你平常都是做春夢的 獅頭 醜惡今天 獅頭今天兩好球 不是 兩萬球 這是好球吧 OK 兩好球 好 OK 不能跳 但是可以盡緊的怎麼樣 做夢 做夢 其實我今天非常地緊張 就是 一方面是 台北 好像景象情缺 那就很像 是回到家鄉 那今天表現得不好 因為我老婆也在下面 我小孩也在下面 然後不但他們是我家人 其實你們更是我的好朋友 所以 表現不好 獅頭 抱歉 他們都是我們的家人 就是 對你來說只是好朋友而已 不是 我不太好意思 因為 所以 家人要一起睡覺 所以我不太好意思 三陣出局 我們偶爾辦一下 這樣子的演唱會滿好的 因為 幾個人都已經 四十集了 所以現在那個記憶力 有點帥退 就訓練一下那個 那個腦子 這樣 不錯嘛 所以 本來以為這些演唱會 就是 好像會風向 但是現在好像不會 所以 就算今天 唱過了 吐齊了 可能也不是只有這麼一次 什麼 什麼 獅頭 我驚訝 怕吐 你吃驚了嗎 吃 我吃什麼 吃多少 吃多少 你吃多少 大吃一驚 吃一驚 多少的 大家很驚訝 好不好 民主也有志 不要這麼衝 一天而已 有小孩 有小孩 不過不管怎麼樣 今天就是 不太能跳對不對 但是呢 剛才表現很好 都有唱出來 所以等一下 繼續大聲的唱歌好不好 好 不管你是何時 愛上了看五月天的演唱會 或者是愛聽他們說些 有顏色的垃圾話 不過十幾年來 從沒變過的 幼稚大男孩的笑聲 不管再聽幾次 仍是一樣的療癒 也成了每場 專屬五月天演唱會 無法復刻的限定會議 那幾天 那幾天 跟那個傷心 你出現在我身邊 五月天 九晚九舞台 九份歌單 不重複的曲目 就有108首 是平常巡演的3.6倍 所以練團時數 超過兩百小時的他們 給的誠意絕對是滿滿滿 而且更貼心的 以如果我們不曾相遇VCR 作為演唱會 上下場的情緒轉折 前半場則是復刻之前 九場演唱會的 RE-LIFE版本 而後半場則是 基本款歌單的 定番LIFE主題 讓你回憶完 當年演唱會後 下半場就能夠進入 五月天自傳的感人時刻 복蝦 回憶完 在我的世界 生活中充满开 自哭声吹蜜的油烟 随和你走过外一句花园 可以把怪道一道圈 你问我全世界是哪里最美 答案是你身边 啦啦啦啦啦 只要是你身边 啦啦啦啦 每当我是你从不曾忘记 我在我心身处了 我从哪 自己 我不一样 只是为爱说就是一张歌唱 我 我对自己不闲 我对自己说话 只是月亮 我也不是月亮 最美的愿望 一定最疯狂 我只是我自己的身在握我的地方 我和我吵的倾向 我再不想大声的唱 这一次为自己崩溃 就这一次我和我的指向 就这一次让我大声唱了 啦啦 就算是忘不得失望 就这一次我和我的是 從2016年的12月17號 搭上了五月天自傳號 透過復刻九場不同主題的 經典演唱會 一路穿越來到了五月天 寫下傳奇的起點 首先呢每一場絕對都是無可取代 畢竟能超越演唱會之王的 也只有五月天自己啦 完全樂哈吉整理報導